接獲獻報趕到被害人家中 希望趕緊攔下匯款 我問你啦 這錢不是一個帳號啦 不知道那個公文上面寫什麼 不是寫寫分堂而已啊 對啊 寫分堂一個帳號 就你會寫過去嘛對不對 富人吱吱吱吱 面對問話避重就輕 我敢你講 那個台北是行事大隊 我自己也知道啦 雖然嘴巴上說知道知道 但遠景看得出來 他根本只想敷衍了事 果然電話又來了 喂 我現在有來耶 等一下 剛才來一下 偷偷摸摸還不敢大聲講 又是詐騙集團來電 這時認出富人好像有點眼熟 怎麼又是你 原來上個月底 新竹竹北派出所遠景 才急急忙忙衝到農會 阻止富人解除定存 要向一名老朋友買地 保住280萬 這段期間 其實他根本還在繼續 跟詐騙集團聯繫 這回改指令 要富人去超商領一張傳真 但北市警方追查 立刻請新竹遠景協助 富人拿的就是這張 寫著陌生人姓名還有分行 警方懷疑詐騙集團 應該是想嘗試看看 被害人是否會乖乖聽從指示 才會進行下一步 幸好再一次被攔阻 原景只希望 他能好好把話聽進去 別再被洗腦 否則下回如果慢了一步 老本真的就直接拜拜 TVB的新聞 陳世民謝倫 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